大家现在应该都没有 白色恐怖的疑虑了 苹果直击 白色恐怖千份机密 宪兵要查的底夹啦 现在去对这个 留在外面的文件 做这种泄露机密 或什么样的调查 进行这案子的决策 我们就有待上去 宪兵找这文件的对象 是民间是有问题的 民众对于公权力 总是会有一些敬畏 应该是透过检察官体系 发这个搜索令 国防部应该把 知情的主管 的最高主管 应该要调理限制 进入调查 卫星民众在网拍买卖 三份白色恐怖时期文件 竟引发宪兵烂搜的 轩然大波 引发各界议论与纷扰 可能首先在时 向各位委员表发 协议委屈 贩卖文件的网拍公司 在身.com 无限顾问 昨晚接受苹果专访时 自爆 宪兵应该去找他 宪兵队到他家去搜他 他家的就是要搜这一批 就是你手上看到的这一批 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应该看了 应该随便都有尽千份 苹果市的四年 孙立仁 郭廷亮 知匪迪案 还有白色恐怖的 相关人士的文件 那几份是我认为 不重要的 因为没有 没有来龙器 随便丢掉 就民间的回收系统 就回收 那有人懂 就回收 有人在收资料 就收收收收 正常的这样管道 就很公开 国防部 国家认为这些 跟你们有关系 你赶快出面 来看这些资料 应该怎么出 我们也愿意跟他配合 国防部发言人 罗绍合表示 担心国防部主动联系 会被外界说成 又要企图搞 白色恐怖查民众 希望再生负责人 能主动和国防部联络 宋新闻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